在协练太极拳的这个群体当中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年龄段 太极拳呢 它以前说的 大呢也不算大 两个人的第二回合 第一回合呢 开了一个好头 我们看一下两个人 太极弟子的第二回合 第二回合 这种太极拳的杠柔相继 四两拨千斤 一小打大 一弱胜强 我们看一下 这两人啊很明显 同方的比较灵活 好的漂亮 比较灵活 这个摔法摔得也是非常好 好的 野马风中的一个 野马风中 野马风中 好的 现在刚才像黑方整个人轮起来了 这应该不仅仅是力量的问题吧 他这个呢是正好借了对方一个 一个旋转的力量 一个旋转进 好的漂亮 红方的 红方的你看他身高不是很高 但是力量不小 哎 哎 他就是一个撞进 一个靠法 这个靠法 哈哈哈哈 哎呦 我发现在太极拳的这个实战擂台上这种相互卸力啊借力打力 这个是非常轻妙的 太极拳是近身近身作弹的一种拳 近身作弹 哎他是什么呢 他距离越大 嗯 微力越大 哎发挥的 是是是是微力越大 嗯 他的意思是听近听得要细 嗯 发力发得要快 有一天就生亏了啊 哈哈 第二回合结束啊 这个这个就是有一点 有点有点不管不顾了啊 哎他这个就是不讲技法了 有一点就是这个这个脑子呢有一点发热 嗯 哈哈哈哈 改成形意的虎扑了 哈哈哈哈 王老师您觉得那两位太极弟子在第二回合 这个第二回合前半步打得不错 比较理智 嗯 后半截子呢这个黑方有一点急 有点急 黑方有一点认为呢这个我这个多练十年 那我应该呢就弄你是轻松 对 我比你高也比你壮对吧 对对对 现在又比你少 所以呢后来呢这个技法上 有一点失态 有点哈哈哈 有点乱稍微有点乱 有点点乱 看看打一下换一个地儿的红方 在第三回合能不能继续笑到最后啊 第三回合 准备 准备 打手听劲啊 这一腿踹的有些盲目啊 这个力量和速度都不够 这个黑方呢腿抱好以后啊 他应该是要提提他这个脚的劲啊 哎呀两个人 吃饭 哈哈哈 各家各各拍的这个这个击打的方法 嗯都接近 接近 都接近 但是呢他那个力量刚刚这个洪方呢 可能因为体力的问题 嗯力量呢还是不足 点速不少力量不足 嗯 哈哈哈 你第三个回合的时候 一个是凭经验 一个是凭体力 凭体力 嗯 那么一些 呃哎呀呀呀好好好 这完全是体力问题 完全是体力问题 这个 啊 红方的战绩抓得也好 一看黑方体力不够 嗯 一个踩进以后再送上 雅迪特重心 破坏他的重心 第三回合结束 红方呢 在一 走的有一点那个小 小劲走的都都挺好 就是说你上去蹬那一脚的时候 他的一个迎门那一下 第一下你摔倒了 第二下没有摔倒的时候 是黑方呢 没有紧 跟着上去 是吧 把第二个劲再发挥出来 我相信红方那第二个劲的时候就 就属于坚持不住了 就要下台了 他们两个人是 红方少年客委 黑方的精神客家 下去继续弄力 请编才和专家评审认定 红方盛 他扑过来的时候 然后我正好 用这个闪 人躲过去了 他正好扑了个空 然后我借着他这个力呢 然后再把它拨下去 年龄不大的他 却是同龄人当中少有的武术六段 应该也 也都 都都差不多 但是他们没去考 所谓人小鬼大 刚